说到车子平常在选车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印象通常都是车子的外观 不过其实舒服的驾驶座椅 可以大幅的减缓我们开车的疲劳感 但是通常简短的试驾过程 你真的很难知道座椅的舒适度 不过呢现在有知名的评测机构 他们评订出了最舒适的名单 黑色轿车在道路上奔驰挑选汽车 除了要注意款式车型 座椅更是一大美感 而针对驾驶座椅的舒适度 消费者报告更找来不同身材的测试人员 分别测试座椅的大腿 腰部支撑性 还有头疹的舒适度 包含宾室的C-Class 奥迪的A8 以及B&W的S5都榜上有名 我觉得B&W给我的座椅的感受 就是它真的比较硬一点 偏硬 对 关于自己也这样觉得 比较偏硬 支撑性比较好 可是它有一些地方蛮特别的 例如它的包覆性 它的蝴蝶翼的这种夹颈 甚至高阶的座椅 它的椅背弧度的部分 也可以做调整 除了C-Class B&W S5 支撑性和包覆性 都获得消费者报告赞赏 电动调整范围相当广泛 从上方头整到腰部调节都有 座椅靠电还可以手动延伸 提供给大腿额外的支撑 奥迪的A8 我觉得是全部里面最均衡的 同时它也是 因为这个品牌 近几年我觉得好料用的蛮好的 它座椅的皮质也好 发泡棉的厚度 我觉得都是舒适性非常好的 说起汽车座椅 奥迪A8也不逊色 消费者报告指出 奥迪A8虽然是主打 后座买家的车款 但前座的舒适性 也相当优异 最重要的是 还有按摩功能 许多人买车的第一印象 或许是外观好不好看 但其实车内座椅品质 也很重要 也更加实际 东三才产生 陈林科华明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打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球